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4日 这是第三场下议论 也就是读报点评节目 来谈谈刚刚看到的消息 新华社今天报道了 实际上外媒昨天就已经报道了 也就是俄罗斯的战机在波罗的海的上空 对两架美国轰炸机实施了半飞 你看用这个词半飞 其实就是不服这个美国 打还不敢打 是好什么跟人家后屁股飞了一会儿 叫半飞 这篇文章讲呢 俄罗斯国家国防管理中心23号 发了一个消息 说俄军一架苏27战机 当天在波罗的海上空 对两架美国轰炸机实施了半飞 显得俄罗斯强硬 中共国现在倒向俄罗斯了 合作不上线包括宣传 李淑伟为什么搞这次论坛 搞这活动 目的不就是这样吗 双方在意识形态统一起来 都是个人崇拜 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都是这样讲 属于黑恶的邪恶的周星国成员 如果叫他开战的话 就捆绑到一块 等自由世界围剿他 所以他对这个新闻很重视 他用这个词是半飞 消息说俄方当天在波罗的海上空 监测到两个空中目标 接近俄罗斯边界 看到两个飞机了 俄波罗的海舰队 防空部队一架苏27战机 随其升空识别 就飞上去了 就像那个中共国的飞机到台湾 骚扰 台湾我就军机半飞 确认目标是两架美国空军B1 叫枪骑兵战略轰炸机 他名字叫枪骑兵 战略轰炸机要轰炸呀 吓坏了是吧 老板要轰他 所以俄战机随机对他实施了半飞 就跟着他 可能报告一个普京 普京就这样跟着呗 跟着后屁股是吧 看看到底干啥 不敢打 那么防止其军犯俄领空 他没进俄领空 就在周边转转转转转 消息讲 俄战机在半飞过程中 始终遵循国际空域使用的规则 在美国轰炸机远离俄边境以后 俄战机返回驻地去向普京报告 老大又来了 现在我赶跑了 是吗 这是美国主义帝国主义 夹着尾巴逃跑了 普京挺高兴坏的 实际上美国是干什么 来转一圈训练 看一看 准备好 玩一玩 但是描述是帝国主义 夹着尾巴逃跑了 矛盾时代不就是 讲美国不好 夹着尾巴逃跑了 逃跑了 整天都讲这些东西 我从小的时候 耳术能详啊 就唱起来 当时太小了 不懂事 相信 后来长大才明白 哪是加入 也不逃跑了 因为美帝一直是和这个中共政权是完全相反的 自由民主就国家了 是吧 但是这个毛泽东超狡猾 毛泽东这个人呢 你别说 脑瓜赚得很快 你看前苏联 这个要用核弹的哄他 害怕的 你看 当时洞员 就东北都开始接挖防空洞 那么大连搞着防空洞 你看大连一个洞员 下边全是空的 那就当年为了防苏联那个扔核弹 毛泽东不讲了吗 深挖洞广激良不惩罢 因为他没啥本事 肯定不惩罢 西平不一样 西平是要什么 胜过毛泽东要惩罢了 这一下就大麻烦 是吧 其实这毛泽东转变国策 造成的现在 中共统治这么久 就是亲美了 美国在保护着他 实际上 美国给他钱 给他利益 不就保护他吗 所以现在这个 我为什么说 西平政权危在旦袭 和六四那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现在有一场 六四西平快就垮掉了 军头们就叛变了 军头一大半什么呢 钱都存在美国 孩子老婆都在这边 是吧 个个都是什么 都是两年人 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抓两个火箭军呢 那是他也知道 也知道部队反弹 是不是啊 所以形势非常严峻 这是一条消息 你在看这个 这个瓦格纳头子怎么讲的 他说 乌战或治俄罗斯 重演 1917年革命 你看来这个瓦格纳 这个头子 又不是一般的黑社会老大 是吧 他是个利益集团的头子 咱们是做这个战争生意的 带领一些弟兄们打仗 打完仗 算账拿钱 你看这是发广报道的 他说这则采访视频 它是个小视频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次有这个游戏规则 不能给人家播放 你即使会编辑 你播放人家也告你 你告到YouTube网站 就开始发你 给你挂上黄标 叫你一分钱收入没有 下个月叫你吃面包钱都没有 是不是 你看这个瓦格纳的头子怎么讲的 他说呢 视频的采访 就来自于Telgram 就一个社交媒体 他说当天 普利戈金表示 他的军队已经在巴赫姆特 完成任务了 现在必须撤离 重新整装队伍 做什么呢 休息 补给 休养 休息 给改革管理的管理层 要进行一些事情 他要改革管理层 他说427天的战斗 是非常艰苦 他们打了427天 打之前可跟普京签订了合同 普老大 这会儿咱给你打些东西多少钱 普京网上讲 我估计这最起码的几个亿吧 是吧 美金呢 答应他了 咱们不是知道什么交易的 反正是他挺愿意干的 他是拿大头呗 他在西亚底下的小兄弟们 高管多给点 下午那个冲锋线症 找死的那些 少给点 那肯定是搞这个名堂啊 他为什么停止 就算账了 这一个合同周转结束了 拼了老命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不行 咱不能再打了 钱钱钱 应该算账 什么整队休息不及 他忽扯 你听他瞎讲了 这种人都谎话连篇啊 他说被问及为何需要离开巴赫摩特 破例哥您讲 因为我们有很多新人 就来了一些 做生意嘛 做生意新的工人来了 说是啊 还用囚徒放了以后 准备寻求自由的 说来了 几个月来 大约有一万人新人 那就死了 打死了 变成炮灰了嘛 要需要新的 说必须训练他们 训练炮灰 对于这些新兵 必须适应 接受一些体能训练 我不能只给他们突击步枪 让他们端着两头胳膊 迈着两头腿 拿着突击步枪向前送 他那样就是觉得死了 是吧 在训练他们 让他们避险 他讲的也对 因为什么 他得保住劳动力 他这个生意 对不对 得有效益 你打不下来 这钱就拿不到了 就像咱们 你给别人签合同 首先给你买两台拖垃圾 你得把拖垃圾拿了 给人家 现在这巴赫摩特就拖垃圾了 怕一放 你看 仨给你 货在这 你验货 看质量怎么样 普京看怎么样 确实人家 打下来了 对不对 现在交给俄罗斯国防军了 那下部 乌克兰马上开始反击了 也说不定 泽林斯基故意让给他 先让给他 让这个黑老大 先赚一笔钱 赚一笔钱 他们在内斗 也说不定 很难讲了 这边文章介绍 他说 如果我们晚些时候 拿下了巴赫姆特 这只是角落机 还会运转 更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被政府告知 就是这样 军队准备好了 我不确定 顺其自然吧 我们的军队准备迎接一场残酷的战争 他将他愤怒的讲 你看他自己愤人不平的讲 他怎么讲呢 他当俄司精英的孩子们 往身上涂着孕服装 护服装 然后把他们自己的美照放在Instagram 就放在这些YouTube啊 什么脸书上 秀的时候 炫耀的时候 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只能躺在棺材里边 这确实 他的意思 就是你要上战场的人就倒霉的 不上战场的人在家里说 手指干个筋 小偷刑 个个都像王凯一样说 长得小杂 小帅哥 小鲜肉 人人都喜欢 就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要是要抓壮丁 骗到战场的人就躺在棺材里了 你看他 他形容挺有意思 他说 肉体被撕成了碎片 母亲为战死而哭啼 为孩子战死而哭啼 甚至 我还收到一段视频 视频里面 一位父亲坐在死去的儿子棺材边 他为什么收这个视频 就是有人要骂他 寄给他 你带着我儿子 把我儿子鼓动上战场 你赚了很多钱 全世界要开酒店 要开餐厅了 数钱数到手抽筋高兴 我怎么办 就骂他 你知道吧 他这个头子在这里讲这事 他说 那个 普京给我的儿子办法寻章 那你能给我儿子什么呢 就一直就给了个大奖章 大奖章 我爸爸呢就傻 他不是属于小战斗英雄 他得了三枚这个奖章 就寻章 我记得清楚 用一个布包的 红布包的 每一个个三叉 我就拿出来看 还产烈亮亮的 觉得可自豪 到现在想起来 我想我爸爸傻子这个地步 你给人当炮灰 差点死了一身病灰了 你还擦那种干嘛 那是你血和汗换来了 美国得罪你呢 还是联合国军队得罪你 连战争性质都不知道 给谁打仗 原来是给金山芳打仗 金山芳现在能想起我爹 我爹叫江启乐 到他那个土地上冬天 就穿一件衣服去打仗 在大年随上养殖公司是工人 非要上战场 我奶奶哭了眼泪流了 妈告诉我 怎么讲也不听 那时候是自愿啊 她非要参战 从来没有摸过枪 保家卫国 这个每个人都有个责任 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家 再不打仗嘛 马上就要什么 又开始就想救赎楼 吃二茶苦 吃二茶醉 受二茶醉 我都听我妈妈讲过 但是你谁想她也不听 她就走了 走了就穿点单衣 就发这么一件衣服 那时候就听高岗瞎唬的 那时候高岗东北区 结果就上战场了 你说这一走就两三年 回来以后得了伤痕病 共产党教育的什么 是美国扔的鼠疫 就从飞机上美国扔的老鼠 老鼠下来就倒是穿 老鼠带鼠疫啊 说造成你这个大摆子 就是她都不都全是这样发抖 家里就这么一床背啊 盖身上也不行 但都没办法啊 咱赶紧找那个棉花套 棉花呢 咱们先穿住后盖的上 冬的 一直到晚年57岁过时 是肺癌啊 你还和这个病有关系啊 所以说共产党啊 就是大骗子 我跟你讲吧 他是骗你什么 用这华丽的口号 保家为国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要打败美国帝国主义了 说帝国主义要遏制咱们啊 当年是什么 是美国打到鸭绿江边 再不打咱们就完了 其实和和中共有啥关系 那是斯大林出钱 完了毛泽东出人 这个这个给金山金山默 他也也打仗 你是不是啊 你赵燕军死了多少 基州岛 那个集中营林 那些故事 你看一看吧 我是赵燕军的后代啊 我跟你讲 我这从来不 不管别人和故事 那都有画面册啊 别也没有用 所以这个 千万别别听 习近平在骗啊 这才是几年前 在镇样镇江的威权老兵啊 给老兵整到什么程 现在又开始忽悠当兵了 是吧 甚至要抓李浩石 讨好军队 你这什么意思 他知道大难来临了 给这个左灵游说得罪了 就都这样揍他了 他赶快开始哄啊 你们要什么 给你什么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啊 无为不知地关存军人 目的是什么 让你们给他大炮灰啊 你看这篇文章讲了多好 这个头子讲几句大实话 他说这位母亲讲 这个儿子呢 我这个儿子 我这个父亲的儿子已经被撕成碎片了 变成了土家层 土家肉 然而 这个在阿联酋的 他有个他骂人的话 下边讲了脏话 叉叉 小叉叉 就是骂人的话 他为什么骂呢 指这个人就是指国防部的部长 烧义骨的女婿 却正在快乐地摇了他的屁股 你看这个 这个黑老大挺有意思的 他恨你少一股 他不敢得这个普京 因为普京都给他钱 牵合都是和普京牵的 是吧 但是少一股嫉妒他 你看他打下了这个巴默姆 这个少一股心里酸溜溜的 既感到高兴 也感到难过 因为他内部就这么一会儿了 就为了钱而打仗 就是 这个 这种命运的云尼之别 很可能像1917年那样的 变成了革命 他说现在 就是老百姓这个情绪 将运的一场革命 现在中国也是一样 你等打仗 你看我 你说多少反习一平 这是俄罗斯 现在是俩反的习一平 习普京的这个志愿军 两派习 昨天报道的 在克洛德 你等中国打下看了 还不得出一万个反习一平的派习 反习的太多 太多 就东北三省 我就是以前遇到好多人 早就哼共产党 我就跟你讲 我就下去采访的时候 和他们都熟悉 我这个人好交朋友 好那个年代酒量也行啊 喝点小酒 和他们吹牛皮 那些喝了酒 那些当地的官员都和我讲 他说你说 江记者 就共产党同到今天 你说哪谁不恨共产党 我说那你不是共产党吗 我说你也是一样 他没话可讲 他说 这确实不好办 我跟你讲吧 这是太坏了 我在基层 就是坏老百姓 哪一天都是这样 现在不更是这样吗 就这么一个政权 还想动用老百姓 像五十年代的时候 再骗像我爸爸这样的人 已经很难了 哪有市场 是不是啊 所以习近平很焦虑 他为什么这么焦虑 连这个李浩石一个玩笑 都像是这个样子 完了 看人那个大嘴 觉得那个嘴在嘲笑自己 他都受不了了 那证明什么 这反他人太多太多了 是吧 我就讲了大实话 你看他这个文章写的很有意思 他首先会有师兵们站起来革命 接着就是师兵们的亲人站出来革命 这个瓦格纳头子很聪明的一个人 就普里格金 他把这个话点头啥意思 就是一旦自由世界打赢了 普京也跑了 也死了 到那年代 你别处分我 你别把矛头对着我 我还有个产业 尤其前存在美国 别制裁我 因为我是为了钱 为了拿钱 俩钱 你给美国给我钱 我也给你打仗 他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人也这么讲 也是挺精明的 而且不要以为他们只有几百人的样子 现在已经有上千 成千上万了 哎呀 他这个评估很厉害 你能再进一步 美国在 如果是给克里米亚拿下来以后 美国一围堵的话 不用美国打普京 就是俄罗斯就乱了 整个就颜色革命 遍地老也死起 普京一路小跑跑到北京来了 习近平跟着政治逼 你看你俩捆到一起 天在一起喝酒 你看美国怎么对付 是不是 也可能有这一天 是吧 再不就是普京这个人挺倔强的 搞不好自己就白白了 也行 这一生当了希特勒 最起码没有好名 坏名声也行 人过 厌过流声 人过流名 是吧 也行 是不是 不能成就好名 成坏名声也不错 再加上死去的 士兵的亲戚们 把所有的人 加在一起 估计有十万人 这不可避免 你看他讲唱革命讲来了 他说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建议是 俄罗斯联邦的精英们 把你们的 插插 他俄罗斯语 形容是啥东西 的小猫咪们 孩子们 集合起来 把他们送去战场 当你们参加葬礼 开始埋葬你们的孩子们 孩子 人们才会说 综于平等 就是说 意思你当官的 把你们孩子送上战场 将来 要是你要打台湾 或者打日本的话 中共国也是一样 保证有人盼 比如说 你给西明泽送了前选去 你李强 你给你的孩子送去 你不上战场 你不上战场 老百姓 31个生自治区 这些官员 不可能杀到这个城 谁都知道 送去以后 一半都死 你怎么可能打败美国 我跟你讲吧 你看你美国 这是什么 是什么这个航母 你是啥 你是蒸汽航母 蒸汽航母 故随工作八个小时 轰轰轰轰轰 才能发动 人家三四个小时 就在水上开始 游刃鱼 有鱼战斗了 人家三四个小时 就不给你干败了 你不是个棺材板 是啥玩 整天下火油 是不是 也就是等到习近平来了 搞得白白样子 站台 在那边 啪 整个军力 领导好 首长好 首长牛逼 还就这套东西 是不是 我太了解这海军了 海军就是咱们眼前 这个训练 在那一圈表演 你说他们的能打仗吗 胡扯 你说 咱们的辅导员 还能成为大校 咱们聊大历史系 徐老师当年 是旅顺 大历海军基地的大校 现在过世了 你说他 我太了解他了 天下和我们在一起 脸白白的 还有咱同学 李承义 李永路 李永路是大校 李承义是少校 少将 不过开同学会的时候 对我挺好的 他人品还是不错的 反正是 我是一把话讲过分的 大历别乱讲 没听 乱讲什么 都给你关到监狱 还乱讲 记忆有心 我2006年释放 2007年还见到他 开同学会 在本系我去了 我这讲什么 他们是好人不假 但是你说 他们也没打过仗 他们能打败美国吗 你催什么催 最要是我爸爸活着 是吧 如果说现在我爸爸 也真的活着带兵 说再打仗 还多说有点道理 我最起码 我打过朝鲜战争 你从华民社看 我还有三名奖证 我也不是叛徒 你们一当俘虏 那就了不得了 是不是 现在这当兵 有几个打过实战 没有几个 全都是什么 效忠习近平的 全是大忽悠 到那一天 枪声一响 我一半跑了 我给你讲 还打仗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下一篇文章 都扯远了 因为说我要不给你们扯一扯 看的人少 希望你们这样写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这个很有意思 这叫 中亚峰会 为什么让人尴尬到爆 他就讲这事 这是上官乱评论分析文章 有个人叫上官乱 还有这种名字 笔名应该是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稍微看了点历史 于是尴尬连连的 一个比一个尴尬 就讲这个中亚峰会 丢尽了脸 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是个什么会议 你看 是演电影 古装戏呢 还是一场 一场会议 竟然是一场国际会议 习近平怎么这么傻 你说他真的允许 他手下人搞这套兵堂 他第一个尴尬 为什么非要在 中亚武汉面前 打唐朝的桥 还要人家 唐朝式的传统英兵仪式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唐太宗 滑稽可笑 唐太宗都有水平了 我是学大学历史的 我说心里话 咱还知道一二 是不是 要知道唐朝的时候 现在这几个斯坦 还分别属于西图 西图爵 这个天竺 西中的西图爵士 曾经被唐朝打得嗷嗷叫的 也认为多少这段历史 习近平不懂这种 习近平梁家和的小学生 习近平心想 西图爵士干嘛 西图爵士也是在领导的 也得学习核心 也得学习习近平思想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比斯坦的地区 而且当时还控制了 丝绸之路 唐朝根本没办法 说唐朝花了几十年时间 才灭掉了西图爵 建立叫安息独护府 可这里又有意思了 这个中亚峰会会场 到处都是大唐的旗帜 这个西图爵士超傻 只要你向人家中亚五国学照说 我曾经揍过你们的祖宗 人家心里怎么想 尴尬不尴尬 我还没看这篇文章 我只是看题目 因为我刚回来 他说还有呢 就算唐朝 设立了安都都护府 这也不算什么好事 一百多年后 唐朝衰落灭亡了 就是因为这些广大的西域 他控制不了了 只能安插各种节度史 结果慢慢形成了地方格局 最后反噬中央 把唐朝灭掉了 你还悬绕唐朝对西域的控制 是不是后来结局 是吧 就习近平不知道这个 因为他没有文化 这个没有文化人 你也不还没有 对不对 他想问题 他脑里没有框架 怎么热了怎么干 你看这个西域这好行 这个西域好 这个西域才能充分体现 我是大国自己 在治的唐太宗 唐太宗是啊 那比我差多了 但是他行 西域同意 说那再说现代 说中亚五国真的跟你关系好吗 先说哈萨克斯坦 说中华民国大陆的时候 苏联不仅曾入侵新疆 而今曾援助哈萨克 分裂主义占领当时中华民国 在新疆的部分领土 负责防守的国军 有数万人死伤 他说再说吉尔吉斯坦 有学者认为呢 唐朝最伟大的是李白 其实是吉尔吉斯坦人 因为他在罪业城出生 现在属于吉尔吉斯坦 那么那些大唐的荣耀 文化灿烂的荣耀 在吉尔吉斯坦尴尬不尴尬 是吧 就李白是一样 李白他也是藐视权贵 是不是 李白是四财奥物 是吧 李白活到现在西域没有 给李白抓起来 还敢调侃我 这就关进去 寻心自事 给李白一个加罪女人 是吧 你看李白一喝醉以后 腿一身 皇帝你给我把血脱钱 这不是寻死人 是什么 没事找事 是吧 另外呢 吉尔吉斯坦和阿萨克斯坦 和中国其实有领土争议 毕竟上千公里的国界线 不过据述已经基本解决了 看来这个作者研究点历史 而且呢 他说吉尔吉斯坦的民众啊 反中情绪其实已经很强烈 2011年吉尔吉斯坦南部 种族骚乱当中 约7000名当地的华人 被这个困 南部地区啊 华人躲到批发市场的住宅区里 战壁 说2019年吉尔吉斯坦又爆发一场 一系列反中冲突啊 就讲到这些国家里面 其实反中的啊 说上百名示威者在中国驻吉尔吉斯坦大使馆卖示威 要求中国释放所有在新疆 在教委营被扣押的吉尔吉斯坦公民 说要求当局啊 驱逐来自中国的废法入境者 减少吉尔吉斯坦对中国的负债率比率 禁止当地人和中国通婚 说彻底去查一下当地一家 由中国公司负责维修的发电厂倒塌事故 警方抓了21个示威者 说2019年 还有中国的矿业公司严重污染当地环境 引发了抗议 因为这种反中乱局啊 2002月 吉尔吉斯坦与中国之间 一项价值约3亿美元物流中心计划呢 告吹了 这没事 西米王说这不是我干的 这是陈全国干的 你不信你问一下王沪宁 为什么刚才我派他去新疆 王沪宁已经抓起来了 是不是啊 这习近平他总是认为自己对流的是伴伴啊 这篇文章讲 说是看起来比较小透明的 塔吉克斯坦好像也是这种争议 说截至10年 中国和共享 中国向塔吉斯坦提供约3亿人民币无上援助 还提供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呢 说中方企图企业 曾在元界时拖欠了塔吉克斯坦工人 公子造成劳资争议 也闹得很大 所以呢 中亚民众真的喜欢一带一路的 我不知道 他这很复杂 因为来这个国家 他都是为了拿钱的 拿钱就走了 是吧 说第二层尴尬是什么 就更夸张了 说整个欢迎的宴会啊 是在西安的景点 大唐不夜城的进行 我就更尴尬了 大唐不夜城 我们他们不知道唐朝有宵禁吗 就唐朝确实有宵禁啊 晚上就禁止了 说大家印象中唐朝很开放 但是仅仅只是限于白铁 说到了晚上还要依旧实施什么宵禁 说而且因为天文立法的进步啊 宵禁的管理条约呢 反而更加的精细严格 丝毫没有放松啊 所以表面上盛唐的国家 都会因为技术进步而管控加强 是不是很熟悉啊 现在也是这种配方啊 你以为网络的发达会脱款 拓宽 拓展自由 结果呢 管得你寸步难行啊 就是网络这个时代应该是自由 反倒是什么 他能用数字极权主义啊 就是统治自己老百姓啊 他说那么在大唐 如果晚上非得出去聚会 出门去不夜城看表演 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那时候你出来 你王小红不抓你吗 肯定得抓是不是啊 这个习近平就瞎整 问题习近平不知道唐朝咋回事 他只都知道有这么唐朝 其他的什么人不知道啊 据唐绿书役 卷八锦宗的记载 说周啊 镇官虚城啊 武库啊 这个这个各有进门 应必截须下界 其忘物不下界 如果再开悔管界 而开者各得障八十 这个文言文这些词 有些词根本都不用了 是吧 这个就单看这个忘记锁门这一条 犯是到了宵禁的时候不锁门的 或者忘了锁门 导致大门没锁的就得挨打 仗八十 所以那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呢 西安大唐不夜城 这在当时那 呃 不夜城 这些在场鼓掌的 围观的 吃喝的 如果真要打着唐朝的旗号 是不是要先挨八十半 八十大板呢 啊 他是意思习近平到这个地方来搞这些名堂啊 根本就是 这个不合适啊 他说唐朝大使人文庭君啊 一天喝醉的酒 大半夜还接着晃到 啊 他说是 结果呢 就被 被别人抓了 叫玉侯的 把他抓了啊 还狠狠揍了一顿 才放到回扬州啊 看来这个作者读了不少古书 知道过去那些故事啊 说是 当时被揍了啊 才回到扬州 气不过的老温 把这是告诉了自己的全市朋友 令狐桃 令狐桃据说就是令狐 令计划那个家族 等下我给你们开玩笑啊 令狐桃 应该念桃吧 这是啊 让他把渔猴给抓了起来 但渔猴非难不拒 还极力描述了 温廷军这个 触犯 宵禁的行径 这件事不就这样 不了了子了吗 温廷军在京城的名声 还是臭了 就当时没有 王小红这种人物 是不是啊 就很有意思 说当朝 当然 唐朝也不是 一年到头都宵禁啊 比如每年的上元节 也就是元宵节 唐朝统治者 都会暂时取消 三天宵禁 不过呢 仍然会征派啊 这个 征派这个 巡逻的人马呀 说第三 此刻在乌克兰 打得灰头土脸的 普京怎么想 我想替他尴尬 毕竟现在中亚五国 都是俄罗斯的 传统后院 你这个时候召开朝共大会 不是趁火打劫 还算落井下石吧 当然 中国在遭到美国围堵的时候 寻求战略纵深可以理解 但是呢 可是 真没想到最先挖的是 老大哥的墙角 接下来两个大国的表演 这是越来越难看了 这是他讲的第三点 最后他就是 很多人拿着中亚峰会和G7比 就G7 七国峰会比 他真是太有冲击力了 一个是天朝上国 万邦来 万邦来朝 几个人坐在那里大作的 像古代帝王款待朝廷的国民 气愤 庄宇重 未演 四周呢 围满了 这个持杖的唐代工女 他说和高举 唐自洪范的宫廷刺猬 我还以为是在抖音 就年轻人们在玩汉服 他以为是这样的 与此相比 在中国的邦邻国 在日本广岛 七国的元首 围在一起 围在一张 还没台湾半桌大的 围在一个不大的桌子 一张还没台湾半桌大的桌子旁边 包还只能放在地上 实在太寒惨 就是看这个场面 人家的会议开的简朴 很一般的会议室 咱们这个会议室就这样 因为他是民选的领导人 他肯定要这样 他要奢侈的话 下次就选不上了 是吧 这正是制度的原因 他说于是 果然环球时报 是这样描述的 六国开放包容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交往方式 从古四处之路 延伸到今天的一带一路 展现出强大的胜利和感召力 然后呢 季七国峰会说成是 季七国在广岛排放的地缘政治 与搞小圈子的污水 还说呢 一边是朝气热火朝天的共商共建 一边是讨价还价的统一步调 两种心胸 视野和格局可谓高下立判 那环球时报就倒着脚 整天吹牛皮啊 你等到习近平垮台的时候 环球暴露第一时间 开始批判习近平 习近平十大罪状 环球时报 再过几天 再过几年 几个月都有可能 但是中国人自己买账吗 这篇文章讲 在墙外推特上 不少网民把两张照片 放在一起对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就是大 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 还不承认自己的发达国家 虎谁呢 撒那么多的钱 24.4%的承认青年失业 真的假的 就100个当中 有20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他确实在这穷嘚瑟 越嘚瑟老天越狠 是不是 所以呢 越狠他 祖林又是要揍他 他越紧张 越紧张就这样 老百姓 形容恶性循环了 这篇文章说 在墙内 大家都讨论的特别隐晦 在中亚峰会的视频下面 大家不敢批评 但是呢 七国峰会的视频下面留言 可以管馈 就可以看到 说这才是人 真正的人 不是人设的氛围 这才在人类社会 该有的样子 连个漂亮的女妇员都没 朴实物化 渗透 勇光 这还是墙内的公道 自在人心 习近平政权 现在确实搞到 今天就成的丢人 因为它主要是什么 文化素质太差了 一般搞这个会 肯定是下边人搞的 就是这个 总办的菜鸟 李淑雷 什么 就这些马屁精 王沪宁 这些人 知道习近平 浩大行 就搞得稀安 因为他当皇帝 将来在这个地方 带他老婆 皇后 他两个宅哥宅武 摧打 谈堂 各无生平 然后设这么一个场面 然后这些 大小 不管怎么 也是五国的 四五个国家的 小头顿 是吧 跑来了 给他来拜他 他给他钱 他也高兴 说虽然来就给钱 不来不给钱 都来了 底下的人心想 他傻 咱们去年晚 咱就回家了 管他了 是不是 咱拿到手再说 那是真金白银 所以现在中共国家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我认为 这个政权基本上走到了默契 就完蛋了 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 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